日前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任命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洛树刚为文化部长 以接替担任这项职务将近7年的蔡武 而65岁的蔡武也刚好到了退休年龄 不过这个刚好发生在对文化部的专项巡视结束之际的免职 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文宣系统突然的人事调动是否背后还有深意呢 一起来听听下面的分析报道 12月28号 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 任命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洛树刚为文化部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 洛树刚显年59岁 河北省南宫人 历任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主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 长期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洛树刚在2000年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监秘书长 2008年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并在2012年当选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兼任文化部部长之前的洛树刚已经是正部级官员 所以这次的任命相当于是平调 香港明报报道认为 文化部部长多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任 但排名低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洛树刚兼任文化部长 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一职 实际地位受贬 而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现任中宣部副部长黄坤明 将很有可能升任常务副部长 成为正部级官员 洛树刚的前任蔡武2008年3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中共中宣部副部长 此前蔡武还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以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等职务 中共官方的简短报道并没有说明为何选在此时做人事调动 也没有提及蔡武的仕途去向 由于蔡武今年已经65岁 外界有猜测认为 他是因为已借退休年龄而卸任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蔡武突然离职的背后原因 可能不只是年龄问题那么简单 12月3日 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突然刊登一条 有关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视察参观国家博物馆 并提词的新闻 诡异的是 这期发生在10月3日的旧闻 时隔两个月后才被报道 而且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级别的党媒 都没有提及此事 据报道 当时陪同江泽民参观博物馆的官员中 就包括蔡武 10月15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 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并在发言中列举大陆文艺创作存在的诸多问题 明显否定了当今的文艺现状 当时就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有如给了掌控中共宣传口的江派常委刘云山一记重锤 另外蔡武被免职的时间点 恰好是历时一个月的专项巡视文化部结束之际 据人民日报11月29日报道 2014年中共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正式启动 文化部 环保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是巡视的对象 而第三轮巡视目标是由习近平亲自拍板确定的 石正平议员夏小强认为 蔡武去职发生在习近平文艺座谈会 以及中纪委巡视文化部之后 应该不是偶然现象 习近平在军队拿下大老虎血财后之后 他紧握住了枪杆子 如今对习近平造成最大阻力的 就是江派的利益代言人刘云山掌控的笔杆子 现在中共文宣系统的这种异动 就是习近平针对刘云山的动作 在日前中纪委进驻包括中宣部在内的 中央一级的机构之后 很可能习近平对刘云山的 控制行动的程序已经开始启动 洛树刚和蔡武两人在中宣部领导层 共事长达九年半之久 均被外界认为和刘云山有相当多的交集 至于接替蔡武的洛树刚 究竟能在文化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做多久 值得外界观察